谢谢观看,今天带来的是这款十周年纪念版假面骑士响鬼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漆面 但是定价也来到了夸张的15000日元 比起出版是整整翻了三倍 这真的是让我有点无话可说啊,这个定价 先是盒子,因为这次是换色再版了 然后所以说跟之前的包装是不一样的 正面是一些玩法,可以背面看,可以这次是换彩的包装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左上角有一个真骨雕十周年的logo 然后这个衣里面是两根骨头,还挺惊悚的 拿出主体,因为我之前是有一款SSC的变色龙幻彩响鬼的 所以说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本来以为这次就是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的震撼 但这次我真的是毫不犹豫的说 这是绝对是真骨雕有史以来最华丽的期面 我们在那个光线下面 变化的幅度是比我那款SSC的幻彩响鬼要大的很多的 大家可以在光线下面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美 我是没法直接用照片一个单独的静止的画面来呈现的 必须是用视频来呈现 不然的话这个幻彩漆面是没法展示出来的 这次漆面也非常的平整 我是没找到什么大量的中奖 只找到了这一处 银色的涂装这边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异色 只不过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吧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16000的定价实在是有点太贵了 真的值这么多吗 我刚好也有一款SSC的幻彩响鬼 我购入的价格是4000日 可以买三个这个了 但毕竟也都是老东西了 所以说拿当时的价格跟现代的真骨雕比 所以说也是不太客观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谈价格 也不谈性价比 只谈效果吧 我说实话效果两个其实差的没有非常的多 但还是真骨雕要好一点的 但是如果真的很喜欢这次幻彩漆面 然后用囊中羞涩的朋友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款SSC幻彩响鬼 做的是相当的棒 而且价格也不贵 就是会断关节 那手臂之处 渐变我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出版是有大量的渐变涂装的 但是这次因为是变色龙漆面嘛 所以说我是没看到有多少渐变的 像头部这边的渐变 出版可能照片里很明显 我实物看起来头部这个白色到紫色的过度 感觉不是非常的明显 然后出版是很明显的 我还是更喜欢出版那种过度比较夸张的表现 讲完漆面 然后这次的其他都是老东西了 都只是单纯的头膜换色 所以说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身形比例 个人觉得这个身材比例 因为是十年前的真骨雕 所以相比现在稍有逊色吧 只能说头有点太大了 然后身材是过于瘦弱了 所以说可能是比起现在的真骨雕 是要逊色不少的 像身上的各种背着的银色的这种装饰 也都是有很好的还原的 应该是都是通过分件详细的还原的 做的都非常的精致 中间这个骨也是可以取下来的 腰带上的骨 只不过也是非常的紧 然后里面中间还有个想鬼的这个图案 也是非常的精致 这件方面可能唯一的新东西 就是这个真骨雕制法的地台了 只不过这个图的是相当的鬼画弧 像这个这边红色全部一漆了 你说你作为最高规格的SHF系列 你这地台也得高规格一点吧 只不过油总比没有好吧 至少放的这挺高端的 然后所有的手型都做了黑色的渗线 只不过这个渗线擦的不是很干净 有一些地方会有黑色渗线液的鸡堆 这个效果怎么样 就只能说见仁见智了 应该是银鸡棒吧 我没看过说错了很抱歉 然后做的也是相当精致 给了两个是普通样式的 还有收纳样式的都是附赠的 你看这是后面的小标志 也都有好好的印刷出来 然后音叉也是附赠了收纳样式 跟普通样式的音叉 只不过这个音叉 我记得剧中是 是有没有中间的连接的 然后这边是有的 可能是我记错了 盘这边看上去是同模换色 实际上每一个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这点还是非常良心的 只不过SSC的光盘 都是有给那个可以变形的 不是可以变形 给了变形后样式的配件 只不过这里是还是没有给的 跟出版一样 这就稍微不如SSC了 然后是火焰特效件 整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等会装上来看看 总的来说 单就效果的话 满分十分 我可以给9.5分甚至十分 但是这个定价 真的是我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我个人是觉得相当不值的 再加上前面有SSC换彩响鬼 这错大山4000日元压着 那15000的定价就显得更贵了 所以说这次我是直到最后 我才谈性价比 我一直都在讲效果 效果是相当不错 但是性价比怎么样 我想看完各位心里都有数了 好我是费加里斯 我会继续带来全网最快最速的手办 模型评测 你的三连和关注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